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一个人在外面可能很风光 如果不风光 那回到家里更重要 那偏偏家里那个就很难处理 人生活 接触最多的就是亲人 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就不用讲 从小到大 那成年以后呢 又成立新的家 又有孩子这样传续 一辈一辈 这正常的都是如此 都所谓传统 传承 但 你看似外面的事情好处理 但家里呢真的不一定能处理得很好 它是两个方面 家里大多数是一些琐碎的事 尤其现在年代小家庭 没有大家族 女性地位高 也能出去工作 在家里面这个细节呢 你就不善于处理 那他也工作 他也工作 家里是谁来管呢 那细致的是本来女人擅长 这说的是夫妻之间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真的不是不找 每天都是煎熬 那就是你前世 你们两个 所谓的孽缘 你看现在 离婚率越来越高 当然最主要还是 这个时代 不予横流 人们受这个 作为物质决定意识 受了他的影响 但反过来自我反省 那每一个人 做的都不如古人 崇尚精神高尚 那各方面都不如 明不见君传的 古书你拿出来 看看这些人的名字 为了很多大事情 跟自我牺牲 结果 刘杰杜人的名字 常常千年都不认识 很多 哪一个我们都比不上 所以还是 到头来只有自我反省 就是说你外面 闯得再好 但是你家里 这个是长相死守的 那处理不好关系 那日常时间呢 十六八九 一多半 都是不幸福 尤其女人 她的归属感 家庭对她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没有稳固的后方 每日鸡犬不宁 那这还是个家吗 没有家 那不如没有家 真的等同于没有家 所以很多人 就拿这个作文章 什么婚姻是 想进去又想出来 什么围墙的 那这本来就是正常的路 但你走不好 就很麻烦 而且不光影响你们两个人 家庭的不安宁 上个老小又小 都会受影响 搞到最后没办法 要么到一起就吵 要么就干脆 等同于没有 哥哥哥 那有什么意思 但很多也是这样 真的很没办法 所以看似现在人好像怎么样 其实有一些也是想的比较开乐 甚至不结婚不生子 因为现在人他受这个影响 很多人思想 你是正常的 他不正常怎么办 你找不到正常 整个社会风气如此 所以很难 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 占领上位的 引领风气的那些人 总是奇迹怪怪 那我们大小环境小环境 多多少少都说一句